佛教的信徒可以分为出家跟在家两大类 在家人信仰的佛教通常被称为居士 出家人的本物是修道和传道并且住持佛教 至于表达大圣佛教入室的菩萨精神 并且作为佛教的拥护者却是在家居士的任务 作为一位居士跟普通的在家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灵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居士的意思是居在自己的家 有家可居 就是居家之事 叫做居士 但是还要加上居家的修道之事 行道之事 这个叫做居士 所以道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道的意思是路 是规则 我们人 有人的生活方式 有人的生活规则 道里有理则 理则里边有伦理也是 所以是道 任何一项是有规则的 而且是行至于天下 都是可以通的 而且经过千秋万世 它也不需要变更的 这都叫做道 学佛的人是要从菩萨开始的 菩萨的精神是代表着福的两种功能 福是慈悲圆满的人 福是智慧圆满的人 那么菩萨还没有圆满 但是呢 他是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就叫做学道之事 而把佛的精神 由我们表达出来 在家里边呢 虽然有家有色 有儿有女 有婶有衣 可是呢 如果把福的精神 那就是慈悲和智慧的精神 表达出来的话 那就是在家的菩萨道 寻道者 修道者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难呢 不能 只要愿意啊 学习菩萨的精神 能够学多少 能够做多少 那你就是表现的是在修道 是在寻道 所以人人呢 都可以做道 那么出家人 说不同的地方呢 他是没有家庭 他全部的时间呢 都是在奉献给所有的众生 他修行 不是为了个人 修行是为了众生 为众生修 不伤害众生 而帮助众生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慈悲 这就是慈悲 子疾啊 不因为啊 在 世间 在生活之中啊 有 种种的 牵扯 残扰 而烦恼 这就是智慧 那么在家居是没有办法像出家人 那个样生活的那么单纯 因为要有谋生的事宜 还有呢 有家庭的维持 所以呢 不能够像出家人 那个样子啊 是全部的时间 全部都是在智慧上面呢 在慈悲上面呢 用功去了 有时候会有些烦恼 有时候是并不是那么的慈悲 可是能够 在家里里 对于自己的儿女 对于自己的父母 对于自己的亲戚朋友 或者是配偶 能够以关怀的心 以体谅的心 以互助的心 来照顾对方 关怀对方 续助对方 原谅对方 这个就是慈悲啊 而自己不会 因为家里的人 有一些不平衡 而自己是痛苦不已 烦恼不已 那就是智慧啊 那么出家人 如果只有一个人修行 这菩萨精神 不容易显现出来的 不容易表现出来的 那么出家人 如果在经过一段时间 修持之后啊 他也有弟子 也寄出到社会的大众 说普渡众生 在这种情形下 智慧和慈悲 那表现出来 而表现得非常有力 那么在家居士呢 就没有像出家人呢 那么的单纯啊 是不是也可以表现 当然可以表现的啊 那么在家居士 学了佛 这人呢 跟没有学佛的 一般的在家人 说不同的地方啊 是心量的 是观念的 其他的应该相同 还有呢 在家居士啊 因为是学了佛了 他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 在慈悲的立场 在智慧的立作点上啊 在家居士 有很多的事情 是不应该做的 一般的在家人 他们不知道 什么叫慈悲 什么叫智慧 就是说 伤害自己的 就是没有智慧 伤害他人的是没有慈悲 那我们呢 不做伤害自己的事 不存伤害他人的念头 这个就是啊 跟一般的在家人呢 不一样 但是呢 一般的在家人 也知道 要做个好人 要存好心 但是好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那做了一个 在家居士以后呢 一个副教徒 他有一定的标准 有所应该当做的 有所当不做的 非常清楚 这么一般的在家人呢 当然也知道了 这不知道那么清楚 所以这不同的地方 在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